請注意 紫英編合粗俗用語 不適宜同及亦打爛人士觀看 走開 走開 常常都睡得不好 會不會關張床鬱事呢 Emma提供100晚無優試睡保證 不合睡的 100天之內都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存額退款 他們憑著德國技術 贏了40個國際獎項 無論是床褥枕頭還是床架 都有無數用家的正面評價 睡不著 在床褲中都可以上網頂上 試到最安心才自用 Try loud打破傳統 好久沒買過馬沙了 最近一進門口就見到一大堆聖誕食 今天就一齊開完這堆 這麼有歐洲風情的過節食品 拍了這麼久的影片 每次試出歐洲甜的東西都沒什麼好下場 今次不如有些最低的東西開始試起 我不時都會買馬沙的餅來吃一下 對這包薑餅真的充滿信心 入面是一塊塊和封面很像樣的薑餅人仔 個個個樣都很和善感 吃起來甜就肯定了 但是好在牛油都放得很足 甜得來都很好吃 放進沒有香料味 薑味都不算重 小朋友都應該接受到 因為它牛油都很重手 吃起來有點像那些蘇格蘭牛油餅 雖然有東西黏牙 但就沒有些衰油達好的感覺 我數到我的包有十九塊 爛就爛了兩塊 它算是想吃重新的甜餅 可以買來和下引那隻老伏尼 跟我預期的一樣 希望它不是今集唯一一樣 可以翻桌的東西 今次不記得抄它們的中文牌仔 這些東西的中文名 我就唯有用我的聞聞功力夠逆了 它叫極度朱古力 落雪薯頭蛋糕粒 跟平時瑪莎的桶等名食包裝一樣 吃不完可以蓋上 但是桶就不是好喘氣了 它每粒都好像拿去先食那些大粒棉花糖 按上下沙士 所謂落雪 即是面頭那陣白濃濃的糖霜 外面是一陣都幾厚 又重甜的牛奶朱古力 中間包著捲了朱古力醬的濕溝朱古力蛋糕 因為外面朱古力真的好厚 中間又有些朱古力醬 吃起來你不會好過朱古力太乾 一旦趴的話 就好像大半朱古力加小半蛋糕 整口都是那股好甜的低B朱古力味 如果你想吃成人餡的朱古力 即是重可可味又有一點苦那隻的話 它就不適合你了 它重甜得來不難吃 我會撥它入失戀吸零食的類別 吃起來除了甜字就是聯想拌肥字 趴一粒已經覺得自己做了壞事了 不怕甜又喜歡低B朱古力的話可以一戰 我這桶都是留心情好冷擦的時候才吃 Minspie中文究竟是什麼呢 google到其中一個名字 亦做白香餡餅 是種傳統英式甜品來 這盒有6個迷你批 清起都幾聚手 以這些包裝東西來講 我覺得它都算幾靚仔的啦 等雪花清清楚楚無難容容感 常溫的食的話 它的皮是鬆得來不脆的牛油皮 咬下去很嫩鬆散 裡面夾著的是一大堆果乾和果醬 好認點的有提子乾 看成份還有些梅乾和甘仔乾的 雖然果醬很嫩甜 但你認真梅的話 其實會分到哪粒乾和哪粒乾 尤其吃到桔仔乾那一口 還會有桔仔那股酸味 還有它裡面有乾一 吃下去還有少許酒味 它甜到和之前的朱古力蛋糕仔 有得揮甚至更甜 但如果不要那麼大口吃的話 其實又有層次的 除了皮的質地雞一點之外 其實我又不會說它難吃 如果你接受到鬼佬甜 又肯慢慢吃的話 它可能都是一款可以哄你開心的甜品味 我跟說明焗了一個梨絲 焗完之後那股濕多牛油皮 不止香了還挺身 吃起來像一塊餅 有少許脆得來鬆化的感覺 牛油味還蠻香 而且容易吃的話 不同果乾的味還突出了 酒味又香了 甜得來又沒那麼刻認真 大家買回去的話 記得翻焗才好吃 然後不如開這個聖誕麵包來吃一下 我買的時候有兩隻味 我就選了這款 在貨架裡剩下少一點的橙加美味回來 開出來不算很大隻 都是大過平時的Muffin一兩個碼 聞起來有股甜甜的帶走香的橙味 這些包吃起來是粗身一點 嘴巴多一點 不是走迷密路線的 這個吃起來不算特別濕 特別煙韌或者特別軟熟 不過又未算是好差 摸上手乾得來 吃起來不會覺得是乾真真感 就算吃不到果乾那口 都有股甜甜的有走香的橙味 是每每下 不覺不覺就吃完一分那隻 裡面的莓乾多過橙皮乾 果乾都幾甜 加上甜的麵包 會比一般甜的麵包 例如皮子包之類再甜一點 但是又不會甜到 好像剛剛那些東西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太甜 我帶開你 沒吃過好好味的聖誕麵包 經常覺得他們跟日本的房災包包好似 以這個印象來說 我覺得這塊都算是好吃的 東西開到七七八八 是時候開這個我都打定孫素的聖誕布甸 這個大過吃飯隻碗的熟成六個月 賣六十九元 這盒小小盒熟成十二個月的就四十九元 計算重量的話 小這盒貴好多的 這件東西要熱吃的 包裝都有餃點整熱它 可以蒸都可以連盤拿去水煮 見它說叮都可以 當然不用想拿去叮 叮完出來覺得它脹了 現場聽還有少少渣渣聲 這隻盒是圓體的 可以整個東西太空管的倒扣出來 熱啦啦聞下去我想起家應子 不要看畫面黑漆漆的 你們不知道在看什麼 吃下去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這東西給你聽 我好像在吃一堆很冷甜又很熱的提子乾 夾紮著一堆很冷濕的蛋糕碎 然後所有東西之間有黏黏很多糖漿感 好重的黑糖蜜的味 又有一點點酒味 雖然它很甜 但完全適合小朋友吃 甜到有點像剛剛那個mince pie 我條舌舌舌舌 除了肉桂之外 我就不太說得出它還有什麼香料 吃下去就是黑糖蜜間肉桂提子乾的味 後勁又有一點點酒味 等我拿來貴點那個 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吃些 小這個盒子整個吸手波感 是過忍兩份分剛剛好的size來 倒出來是一個崩了的太空管 聞到像粒喝了好冷多酒的家應子 不知關它沉一點還是跟我size 這塊切落感覺沒那麼散 基本上它跟剛剛那個好似 但是吃漏的味明顯和諧很多 不是黑糖蜜還是黑糖蜜 提子還提子乾 它的味是合體的 而且酒味還重好冷多 是多到你吃完會覺得自己喝過酒的酒味來 不知是配方不同還是有因為沉一點的關係 這塊吃落還好像沒那麼甜 比起剛剛那塊 它裡面還多了一些軟粒杏仁 不要想是脆薄薄那隻 因為整塊膏都好冷濕 粒杏仁都就露南冷濕成粒沙花生 想不到沉一點那隻會有那麼大分別 我不敢說它真的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跟我之前一樣 只是試過那些濕溝聖誕布甸覺得好難吃的話 貪得意想再試不妨買些再沉一點的 還有有沒有人回答我 我包著這個六個月的等多半年 它是不是就會好吃了 最後這個不是很大盒 但是就是全集最貴的 Size有點像OK有得買那隻Eton加日式芝士蛋糕 但重稱很多 和聖誕布甸一樣都是熟成甜品來 不要讓它的樣子低B騙到 它裡面都是有醜的 試了那麼多走一樣路線的甜品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然後我應該有一段時間不會掛著提子乾的 它跟剛剛那個好吃的聖誕布甸有點像 都是果乾加黑糖蜜味和香料味的 大股果乾味就再雜一點 例如多了一點橙味感 它都有醜味但就沒那麼重 裡面還有些果仁碎 因為它裡面大部分都是果乾不是蛋糕 所以刺下去是散散散散的 吃下去像一堆果乾多過我們認知的蛋糕 當然你不要像我那麼懶 拿水果刀切的話它會比較帥 它上面白色的那些 是一層好漆漆口有杏仁香精味的糖皮來 雖然我不珍杏仁味 但是我從來不覺得糖皮是食物 不知道它是不是要你連糖皮吃 舊高好像比樓上的那些高沒有甜得那麼厲害 當然你喜歡糖皮的話它都是甜過一般香港甜品 它跟聖誕布甸就不像 如果我貪得意 只買它們隨便一款來試的話 我就會選陳迪我兜聖誕布甸 試完一大堆東西 但我感覺上就好像只吃了很多很甜的提子乾和薑餅 如果是貪得意想買樣東西應節的話 除了薑餅之外 我就會選擇容易吃的聖誕麵包 或者那個焗完好吃的minspie 不過這些英式東西 我這樣的大香梨真的吃不習慣 我還是出去吃蛋撻跟著魚蛋算了 嘻嘻 我應該很紅 在這裡 我應該是吧 我應該說 我應該是嗎 我應該是嗎